关于致富的方式 想必您已经听说过不少吧 不过呢 说来说去 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 最经典最安稳的方式 还是考个好学校 毕业之后呢 努力的工作 结婚生子 除了一般的开销之外 省下工资存起来 现在呢 政府已经不管你养老了 多多的积蓄 退休后咱们才能有的花呀 不过 话又说回来 难道你的大半辈子 都是要辛辛苦苦的赚钱吗 万一要是哪天 你的脑子一热去炒股 碰上了超级熊市 那辛苦赚下来的血汗钱 都打了水漂 那岂不是连休都没得退了 说来说去呢 难道咱们就没有别的活路了吗 不可能吧 百万富翁快车道 就为咱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方式 也就是说 我们得建立正确的理财观念 用新的思维理解财富 做到之后呢 你就可以不用这么折腾的过日子了 年纪轻轻 就可以享受生活 说到这儿 你是不是感觉到有点兴趣了 咱们别急 接着往下听 百万富翁是怎么来的 是凭运气还是命中注定呢 有的人买张彩票中了个大奖 这就叫运气 有的人家里房子拆迁 这叫投胎好 然而 既中不了彩票 房子不拆迁的也大有人在 于是呢 许多人就相信了那句话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如果你也觉得这句话说的没错 认了 这也就大概注定 你不会成为百万富翁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以后能不能发财 并不是自己能掌控得了的 那么你以后发家致富的几率 估计也不高 实际上 你的未来不是梦 你完全可以自己掌控 无非呢 就是需要你好好的规划一下 当然 规划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忽略了规划的重要性 走一步算一步的话 那今后要是出了点事 你就会麻烦大了 比如说 制定理财计划 购买医疗保险 想这样的事情 不先做好准备 万一碰到点麻烦事 比如说 像丢了工作 生了病啊 你可能就头大了 那 有朋友可能会问 这种麻烦可以避免吗 当然可以 只要做好规划 你就不用怕了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都是月光族 赚多少花多少 一整个月花来花去 到了月底 卡里还剩下几十块钱 吃几天馒头 然后坐等着发工资 发完工资后一想 老子吃了几天的馒头了 这得必须好好的 犒劳犒劳自己 干上一顿生猛海鲜 你有没有想到过 万一要是哪天 你突然失业了 该怎么办 那下个月 馒头都没得啃了 如果你花钱大手大脚的 就算一个月好几万 你今天买个奢侈品 明天买个奢侈品的 也可能很快就会囊中羞涩 如果你就想图一时之快 八成就会想着 有钱就花 咱爽一把再说 当然了 这并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哪天 眼睛一闭不睁 这一辈子就过去了 剩下的钱 到时候还能给谁花呢 那些个大肆挥霍的人 其实往往就是这个心理 可是啊 这样的观念 会让你把赚的钱花个精光 顺便加上信用卡也刷爆 无论赚多少钱 往往你都会是一分不胜 咱们打个比方啊 NBA巨星艾弗森 在他打篮球的那几年呢 前前后后赚了很多钱 有多少呢 两亿美元 不过 他花钱真的是没节制 追求奢侈 还要养活一大帮子兄弟 结果呢 退役后没几年 他已经是穷得叮当响 没钱买面包了 明天确实有可能是世界末日 不过 这可能吗 退一万步来讲 如果你今后真的出了什么事 提前做好个打算不是更好吗 你怎么就不肯存那么一点点呢 咱们一开始说过的那种传统的赚钱模式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其实挺现实的 既不是官二代 咱们也不是富二代 人生嘛 就是努力考个不错的大学 找份稳定的工作 赚点钱 炒炒股 有点积蓄了 最后咱就退休养老 这也没啥错 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的 只不过这个模式有点问题 首先吧 你再怎么努力 工资总是有个上限的 那你可能会说了 我工资是死的 但怎么可以赚加班费啊 这个加班费呢 都是两倍三倍工资嘛 那我天天都疯狂加班不就行了吗 你看人家日本人 不都是工作狂嘛 这位朋友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稍安勿躁 咱们来做个计算 一周七天 每天二十四小时 算起来一周也就是一百六十八个小时 减去你正常上班的四十个小时 也就是一百二十八个小时 你不吃饭 不睡觉了 你每分每秒都工作的话 我真给您跪下了 您要么就是铁做的 或者是石头做的 再说了 你再怎么拼命加班 老板也不会给你百分之二百的加班费吧 还有朋友说了 那我可以去炒炒股啊 不过 您可别忘记了那句经典的话 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啊 股票市场风云莫测 你一个散户真的是步履为奸 赚也就赚了 你的股票要是贬值或者暴跌的话 损失的是钱啊 疼的可是心啊 还有个问题啊 不知道大家是否考虑到了 那就是通货膨胀 假如你的存款和股票都不出现问题 最后也可能因为通货膨胀价值缩水 跌到还不如一开始呢 到那时 你攒下的那几百万 最后可能也就值个几万几十万 问题是啊 现在咱们的空气差 水质差 食品差 你能不能活到那个享受的时候 这还是个问题呢 就算到了最后吧 你切切实实的享受到了自己积攒的钱 那个时候 你也该老了 这人一老啊 牙也松了 得了关节炎 腿脚也走不动了 好多东西你都享受不到了 这说起来 还真有点吓人的 你还不如年轻的时候就退休呢 在我们很多人的眼里啊 要想发家致富 最起码呢 得有个好文凭吧 也就是学历过硬 当然了 有些高收入的职业 咱们比如说啊 医生 这种职业比较特殊 人命关天啊 确确实实的需要过硬的教育 当你生病的时候 给你看病的是一个 没有读过什么书的赤脚医生 你估计得疯了吧 但是想赚大钱 并不一定需要高学历 十几年的教育开销啊 其实也不少了 这一来一去 你毕业后赚的钱 基本上就和你原来花的 差不了多少 诚然 有个大学文凭 的确能够让你多赚一点 名牌大学文凭更是好使 如果是个名校 MBA这样的商科背景 嘿 那就更是不得了了 但是想一想 求学的经济负担 真的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于是有朋友就说了 教育的开销 害得穷人啊 念不起书啊 放在全世界 教育开销 都是一笔不得了的钱 咱们就拿美国来举例子吧 美国大学生 想要拿个大学文凭 差不多每人要花 六万美金 算起来就是 差不多四十万人民币 据统计呢 美国人均收入为 四万四千美元 然而大美利坚人民呢 也有着和我们一样的问题 这统计数据呢 都是被高收入的人给平均了 其实一半以上的人 都达不到这个收入 一年顶多 也就是个两三万美元 所以算来算去 六万美元这笔钱 确实是挺吓人的 这孩子要念书 总不能不让他上吧 这种情况下呢 学生就有可能需要申请 助学贷款 但是贷款大家都知道 这是要算利息的 最后这笔钱 就远远的不止六万美金了 怎么办 没招 慢慢还吧 即便是花了这么多钱 换来的文凭 也不能够保证 大学生们毕业后 立即就能够找到高薪工作 咱们中国也好 美国也罢 大学生是多如牛毛 遍地都是 凭什么要给你高薪呢 咱们需要注意的是 传统的大学教育 会把你禁锢在传统的思维当中 教授们在教你的知识 但是他们不会教你怎么赚钱 而学会了一个领域的概念 和技能之后不少人的思维就固定了 跳不出那些条条框框 联系到我们今天要说的投资领域 不少金融系的大学生知道怎么通过投资计算回报 一个个公式 那记得是滚瓜烂熟 算得特别的快 但是你要问他有没有什么创新的方法来评估投资价值 他还真就傻了眼 这些东西大学里没教过呀 其实啊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表明一个道理 光鲜亮丽的文品并不是富有成功的必要条件 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 这几个响当当的人物都没有拿到大学文品 咱们再说个有趣的事 比尔盖茨从哈佛退学 功成名就之后 想到学校去搞个文品 可是啊哈佛大学并不理睬他 直到许多年之后才网开一面 给了他一个荣誉学位 于是呢盖茨在他退学32年之后 才终于毕业了 但是在拿到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荣誉学位之前 盖茨呢已经创办了微软 并且成为了世界首富 所以说赚钱的金点子 不是靠文凭想出来的 许多人大学都没上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赚大钱 只要他脑子活络 有什么搞不定的 当然了 能想的好点子 的确也需要一些特殊技能 比如啊 IT狗有了个好点子 想要自己创业 就需要会写代码 但会写代码 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文凭 满大街都是电脑培训机构嘛 那说到这儿啊 咱们也说了好几段了 朋友们应该知道 是什么阻碍你发家致富了吧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发财呢 财富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提到财富呢 大部分人马上会想到 钱都是成捆成捆的钞票 可事实上呢 财富不单单是金钱而已 说白了 财富呢 就是能够让你的人生获得满足 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每一个都是我们必不可少的 第一部分 是包括亲朋好友在内的各种感情关系 第二部分是个人身心的健康 第三部分是自由 富有呢 不仅仅是有成堆成堆的百元大钞 他必须要能够享受到他的富有 一个抑郁孤独 整天抑郁寡欢的人 一个身患绝症马上就要死去的人 即便他有再多的钱 你也不会觉得他富有 是不是 甚至我觉得你会这样想 你是有钱 但是有个毛用啊 我们都知道 钱的确不是万能的 有钱可以买到最好的医疗保健 住最好的医院 可再多的钱 也不能够保证你身体倍儿棒 吃麻麻香 当然了 钱也是不能换来有意义的感情 但自由方面 嘿 这就不太一样了 当你有足够的钱 能够让自己活得自在 这就意味着 你就不需要卖力的工作了 你的人生将会有大把大把的时间 可以拿去挥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可以用钱换来自由 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做任何想做的事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不是有个美国富翁 还去宇宙里玩了一把吗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根本就不需要考虑 金钱方面的问题 反正你也付得起 这就意味着 金钱增加了你的财富 我们基本上都看过 某某青年才俊 创立互联网公司 二十多岁 变身家亿万之类的报道吧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扎克伯格了 这样的新闻看多了 让许多人觉得 发财 那是分分钟的事 但是实则不然哪 没有人是一眨眼 就能够成为百万富翁的 平日里的那些百万富翁 你看到的呢 只是他们光鲜的一面 但是在他们发家致富之前 也需要多年的努力和积累 我们就拿NBA球星为例 NBA是世界上最好的篮球联赛 几乎所有的篮球精英 都想去那打球 30支球队 450名球员 可是世界上 有多少人在打篮球呢 那是成千上万呢 要想进入NBA 光有篮球天赋 那是远远不够的 更多的是努力和刻苦的练习 这意味着 他们要放弃许多休闲的时间 失去很多参加活动机会 而且在生活和饮食上 要遵守严格的规律 这就意味着 他们会失去很多凡人的快乐 酬烟喝酒 都会损害他们的身体 熬夜 不规律的睡眠 会让他们的肌肉疲劳受损 因此 他们的高额薪水 拿的并不是那么容易 那是以很多东西 作为代价换来的 所以说呢 我们不要再去想着 什么一夜暴富了 你越是这么想 就容易犯错 而且更容易去做些 什么一锤子的买卖 比如赌博 比如疯狂的买彩票 甚至冒着很大的风险 搞投资 然而 这些想法都是不现实的 中国每年买彩票的人 估计 怎么样也得有几千万吧 重大奖的 又能有几个人 那既然这样的野路子 是行不通的 那么正确的做法 又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那就是要制定一个 合理的规划 要想自己独立致富 你必须要有一个 核心产品或者是业务 而且这个产品或业务 要能够拿得出手 想要有钱 倒不需要再工作 你先得让你的公司 或者是产品 能够独立获得收入 就算你不工作了 它也能够自己运转起来 也就是说 你有个好产品 就算你把它放在那不管 别人也乐意为它掏钱 那说到这儿 不得不提提 JK罗琳 他就是一个好例子 罗琳写了哈利波特系列 这一系列的书籍 成为了畅销书 那卖的是相当的好 改编的电影也大获成功 拍了整整八部 捧红了艾玛沃特森 等一系列的明星 图书家电影 原来只是个家庭妇女的罗琳 因此身价亿万 到今天 哈利波特系列书籍 还在给罗琳赚着钱呢 那有朋友又会说了 嘿 那是罗琳运气好啊 我也想写本书来赚钱呢 然而 很多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就拿罗琳来说吧 1989年 他有了创作 哈利波特系列的灵感 花了点时间思考 并且构造大纲之后 他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去创作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一本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在1997年这本书出版之前 他呢是到处投稿 也是到处碰壁 吃尽了苦头 哈利波特系列的故事逻辑 都是无懈可击的 人物构造也是饱满而生动 他取得的巨大成功 背后是罗琳长期以来的 努力和艰辛 因此呢 想要一夜成名 你也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过程 找到可以填补的市场空白 制定严谨的计划 最后 用自己所有的力气 去实现它 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 不断地把我们变成消费者 小的时候 我们记广告词 比记诗词还要熟 长大了 买东西的时候 我们记着家人喜欢什么牌子 实际上呢 我们的人生 就是不断地对产品有着各种各样的需求 但如果 你要是真的想变得富有 就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角色 不能再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 而是呢 要试着做一个生产者 名牌之所以能够成功 那都是让别人为他们消费 为他们疯狂才能取得成功 比如啊 香奈儿推出了一款新的包包 很多人只要看到香奈儿的标志 立马就会掏钱 这就是名牌的魅力 但如果是作为一个消费者呢 长期来我们都被消费者的思维模式制约着 因为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 我们关注的是商品本身好不好看 好不好使 以及怎么逃更加的便宜 然而 从生产者的角度出发 他们关注的可就不一样了 同样是一款产品 看完广告之后 你的感觉就是赶紧买买买 而生产者更多的呢 是考虑营销和产品设计方面的信息 找到产品的特点 从中分析 他就会发现 哪些特点好 这个产品有什么营销策略 等等等等 当然 这些还远远不够 精明的人会对一个成功的产品进行各种发掘 找到产品的生产方式 生产地 以及盈利模式 这个过程中 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商业策略了 说了这么多 无非就是想说一句 要想致富 给人打工 那是万万不行的 只要你上头有个老板 你就不会是最有趣的 既然买彩票中奖 和被流星砸到的几率差不多 所以啊 最实际的选择 就是另立炉灶自己创业了 当你的创业做得风生水起之后 你的收入也自然就水涨船高了 大家可能都无数次的听人说 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创业就不能这么简单粗暴加任性了 实际上消费者完全不在乎你的爱好 你喜欢的东西 他们不一定买账 德国人呢 有句谚语啊 鱼饵要对鱼的胃口 想要别人买你的产品 你的产品就必须对他们有价值 我们大部分人做事买东西 都是自己的兴趣趋势 喜欢啥做啥 喜欢啥买啥 而不是因为想让别人开心 但如果想让顾客心甘情愿的 为你的产品掏腰包的话 那就要提供他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 在犯罪猖獗小偷横行的地方 肯定不能卖非常张扬的包包 或者是名牌手表 估计你把东西掏出来 就马上给人抢了 那么在这里应该卖一些什么呢 这里不是贼多吗 那就卖防盗索和门窗的防护栏呢 当然了 如果实在想把你的爱好 发展成你的事业 也不是不行 但前提是 你一定要在那个方面特别的出色 不然就没有办法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 比如说唱歌跳舞演戏 当明星谁都乐意 但又有多少人能够通过唱歌表演 或者是其他艺术形式出名呢 咱们来看看每年的一考生 那真是一抓一大把 最后又有几个能够成功的到娱乐圈里去发展呢 如果你确定自己的爱好就应该是自己的职业 那你一定要做好准备了 假如你想当专业演员 就要保证自己能够经常接到角色 但是要想达到这个水平 那是需要多年的训练经验和付出的 当然了还得有天赋 而不是像杨颖那样 演技糟糕 一天到晚被人吐槽没表情 只会傻笑 然而杨颖还是能够经常的接到角色 没办法 人家长得漂亮啊 又很火 当个花瓶也够了 如果你既没有演技 也没有杨颖的颜值 你还是去好好地练练演戏吧 假如你听说了一个超级棒的新点子 你的朋友们也都对这个点子大夸特夸 比如说搞网上支付 大家纷纷都说 已经有人在做网上支付了 已经赚了大钱了 绝对有利可图啊 还有人说 我有内部消息 今年创业明年赚翻 听了这么多话 那到底你该不该去做网上支付呢 毕竟大家都在说好啊 打住了 在你选择把你的钱砸进去之前 你一定要先记住 一个业务越容易 那就越不容易获得利益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既然谁都可以做网上支付的话 那么竞争肯定是无比激烈的 许多资本和人才都堆积在这里 所以说 要想通过这样的业务支付 你必须要做到特别特别出色 才能够有所成就 因此呢 希望你能够明白一点的是 要想创业成功 都是要付出千辛万苦的 如果你一开始就异常顺利 轻松异常 你也不要高兴的太早 创业这种事情嘛 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啊 创业需要一系列的行动和选择 哪怕是在特别热门的旅游区 开一家小旅馆 比如说阳朔 遍地都是各种小旅馆 在开旅馆之前 你要先选好纸 做好装修 然后要投保 办经营执照 处理好各种各样的文书 别嫌麻烦 没有这些 你根本就开不了业 除此之外呢 咱们还要警惕 某些网络营销公司的宣传 他们经常宣扬 购买个入门套餐 再填个表 就能够保证你加盟 这些人 绝大部分都是在瞎扯 他们大多呢 都是在搞传销的 可能你加盟的业务 根本就是一文不值 非但没能创业 很有可能就给别人给忽悠了 最后 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们大多选择传统的方式积累财富 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够让自己保证安稳 可忙来忙去 你一辈子都在任人差遣 累死累活 到头来还不一定能够赚下多少钱 基本上 你攒下了不少 可是轮到你享受的时候呢 却发现 你已经老了 其实呢 想要自由自在的 有质量的过完自己的一生 还会有另外一种方式 那就是创业 找到一个不错的突破口 制定良好的规划 花几年的时间努力打拼 没准你就能够做出良好的产品 成为一个百万富翁 要实现这一方式 我们就要从平时开始各种积累 比如 无聊的时候呢 学学新鲜的事物 无事可做的时候 不要让自己闲着 比如 平时晚上不要看电视剧 刷网络直播 你可以学学网上的公开课 听听咱们路上读书up软件里的 各种理财类的节目 看看科技或者艺术杂志里的文章 时间这东西嘛 几几也就有了 除此之外 我们也要转变一下自己的消费者观念 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 研究一下你买的产品 拿着你的苹果手机 不要只会刷微信 你可以呢 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 想想它的卖点和特色是什么 它是怎么打广告的 它主打的消费群体又是怎样的 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它会帮助你转变思维模式 在创业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创造出有市场价值的产品 发现市场上的空缺 这样 你就可以趁虚而入了 好吧 说到这儿 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如果您听完这本书 觉得自己有了创业的信心和目标 那我们就提前祝您创业成功 这本百万富翁快车道 我们就为您分享到这里了